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看我们来稻草的 大家回来的时候 都是头上带着光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堆佛像在这儿 每个人要成道 来到稻草都是求佛像的嘛 所以自己身上都是花莽万丈啊 都进来 花莽万丈的就是那些光彩啊 吃醉花鱼青来着那些光啊 就是带着光环啊 坐在这儿都是 都觉得我有美丽的梦想 我要成佛成了佛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你各种佛像菩萨像 带着就坐在这儿了 然后就走进到这儿 坐在这儿 就是七七六月的 那七七六月就是弄出来的佛像啊 彩色的 宝石的 小钻石的 小琉璃的 各种佛像进来了 因为大家要打成那个光芒万丈的佛像 进来坐在这儿的时候 我说不能找佛像啊 把你们头上那些光环些放向啊 不能想不能梦想 那都是梦想啊 因为你想成佛不是这样子 这不是梦想嘛 好先把那些像放下来 但是你一泄露这些像 你的心是不是就 你觉得如果不找佛像 难道找白富像吗 难道找的乞丐吗 好吗 如果我不富贵的像 那种富贵像 是不是我就变乞丐 难道我去了那些光芒 我就灰溜溜的 你能不能不找佛像 也不找反复像啊 你不是佛也不是反复啊 难道你不是佛 你就变反复了吗 你头上把那些光芒外炸的那些梦想 从头上卸掉的时候 你也不是这个反复啊 你才是如来啊 你把佛像取掉 把你头脑中那个反复像也取掉啊 并不是说你把佛像取掉 你就成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女人男人了 你也不是那个女人男人啊 是吧 你既不是乞丐 你也不是一个反复的 或者是做什么事的人啊 把反复像取掉 把六道的像取掉 把佛像取掉 你头上的 你认为你要成为一个什么 你会想象出来的 我告诉你 每一个人头脑中 都有一个伟 抓裂的佛像 伟大的 光彩夺目的 头上放光的 哇 哇 放光的 四尘黄绿青蓝子的 各种各种像 圣洁的 完美的 或者是 简洁的 就是祖歌残着 就像地藏王菩萨那样 穿着一身袍子的 因为学禅寿的 喜欢 说我那是平凡的佛像 平凡的佛像 都穿个灰袍子啊 甚至是摆纳衣啊 平凡的 头是光光的 我不带光怀的 我这样拿着 我可以是一切想 但是我就是这样的 这是平凡的佛像 还有的想着 我要放很多光啊 小孩子都是这样的 然后那些像琉璃一样的光啊 像光芒万丈啊 像太阳一样的 有的我就是个圣洁的 我要个光圈 我的身如琉璃啊 你的佛像是琉璃的 还有个 哎 我喜欢陶 我就变成个陶器的佛像 我还要变成个 就是那种彩陶啊 最好是某个地方磨点色彩 还有就是我 我就不变那些 我那个佛像是 就像个农民 我那个佛像是 就像个医生 我那个佛像是大医 我那个佛像是做的 我那个佛像是在的 我们头脑中 对佛有各种各样的像啊 彩像啊 还有的说 我的佛像是无形无相的 他就有个定义啊 我的佛像是无形无相的 你只要说哪个是有像的 都给我的佛像不符合 你一定要说到 那个无形无相的东西 你说有像 你就是着像 老师你有问题 因为我是无形无相的 他不知道他那已经着像 他那是个概念嘛 然后说 我是个虚空 我是空 他不知道空 社困不二的空 他只知道空 然后他头脑里边空空如也 啥也没有啊 抛弃一切 然后他是个空相 他像虚空一样的空相 啥也没有啊 所以我是个社困不二 他不知道 然后就试个字啊 然后我带着这 修行的时候 我站在说 把所有的东西放下 把你头脑中 所有的对佛的认知放下 所有的佛像 所有的彩色的 琉璃的概念 文字 所有的凡夫像 所有的东西都放下 然后你头头说 那不我什么也没有了吗 如果所有的没有 我不是在这个世界 穷得像个乞丐吗 放下这些 你就穷得像个乞丐吗 放下这些像 你就像个凡夫吗 你是不是又生起个反复像 是吧 很俗的反复像 生起来 你知道你一直在脑子 笼转这些像吗 你不是这个像就那样 这不是你定义的 我说放下佛像的时候 把众生像也放下 那么你是不是 不是六道的任何一个像 那么既然没有庸俗的像 也没有圣洁的佛像 把这个都放下的时候 那你是谁 需要戒吗 你还需要戒个空性吗 你不想就是了 你需要戒吗 你不找佛像 不找众生像 不就坐在那儿就是了 你既不是众生 也不是佛嘛 你又不是定义 又不是虚空嘛 你把所有的概念认知 全放下 你不是那个东西 还能是哪个东西 破相就是了 然后众生就问你了 你破了像你那个东西在哪里呀 你会住在哪里呀 是吧 总得问个地方吧 因为众生总觉得你这破了像 其实你是在肉体上 还是在外边里边 没有六根的时候 没有六层的时候 那你这个佛心 是住在根上 还是住在城里边 是吧 否则有个地方吧 是吧 你哪啥看见的 你怎么知道的 那不是一念吗 谁能了解你是破了像的精神 众生问的麻烦的时候 你就说 离一切像就一切法 在每个像里面都是 然后你就去找吧 他一辈子也找不到 怎么能找到呢 是吧 这都是烦得不知道咋打了 然后因为众生找像 那每个像都不是吧 他所以在这里面见不到空性 人家说离一切像就一切法 离了这个杯子的像 它就是杯子 你没离杯子的像 你怎么能是佛是杯子的 你没离了你这个六根六层的像 你怎么能是佛呢 你就是个凡夫 是吧 你就是个女人 离这个才是这个 你没离你没破嘛 离不是把这个东西扔到外边 所以女生到外边都是你 请教授 连佛也都死了一块 所以理解像是你头脑 把这些放下 你不要乱想 你想多了真的是 我说不要定义自己 包括一个角色 你不要定义 是吧 然后就是 你们还是很难受啊 我还是难受啊 我难受有很多法蒙 你念佛 什么也不行 我说吃好吃的 逛街 这法蒙都用了 所以然后就忘了 修行是什么呢 怎么算修行了 我说给个法蒙吧 布置个作业吧 但是这种问题 以后继续 我还会讲的 不要我说了 不要认啊 大家不要说 好像这个问题我期待 佛学的问题没有高低啊 不代表你提了个色亏不二的问题 他提了一个 打坐砸排腿的问题 显得你高他低啊 是吧 是吧 如果你放下那个执着 说明你高 剩下的都不算 你就算把三丈十二 我搬过来 你说我全被毁了 我一个围棄一个围棄 从事经典期没用的 我大不了就是大家 探讨一下佛经呗 有时间就探讨 没时间就没时间呗 如果你说我今天放下了个执着 而且我是怎么痛透他的 好 你高 算你高 真的真的算你高 在修行里面你突破了 你离成道近了一步 如果没有这一点 说我今天突破了维度 突破了石窟 突破了某个像 那你真的是离成道近了一步 恭喜你啊 你放下了对佛 佛像的反复像的执着 那恭喜你啊 不是打不打苍蝇的问题 不是我从早到晚上很开心啊 你就因为你进步了 说我这两天心如止水了 你进步了 也是进步吧 因为这两天比较烦 这世界无聊无边的法门 可以让你心如止水 是吧 还有学佛法嘛 还有学第一地啊 还有学真理啊 你始终知道真理是什么啊 千万要珍惜啊 你今生遇到 释迦牟女佛的交派说明 你福报很大 千万不要小瞧自己啊 真的是 遇到政法很很难 真的是 但是连武则切都说啊 政法难闻 精一闻 悦解如来真实义啊 不管你是现在处在什么项上 你是贫穷 你是富庸 你是高贵 你是圣洁 你是一个人 你是两个人 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怎么样 在解决了吃重心问题以后 你一旦闻听到政法 赶紧 赶紧解脱 那是你福报 谢钱了 你知道吗 闻听到这吧 就是说你神神世世 最大的福报 成熟了开始 你所有的佛法的福报 你知道那要聚集很多事 你在闻听到 否则一定闻听到 是其他外道的 你闻听到这 说明你所有的福报 已经谢钱了 这个果你接不接 你不接就错过 知道吧 那等弥勒菩萨来吧 你可以入地等 也可以轮回着等 转着等 如果妹妹 不像小车 阿罗阿内阿罗 入地等的话 那就轮回着等 轮回着等 比较辛苦 总的挺累的 如果你错过 连弥勒菩萨也错过了 那继续吧 又轮回着等 很容易的 因为我们 这个容易是来自于什么 我们的意识层面 留不住东西 我们会漏掉 漏死 所以有时候 一会就忘了 就这个世界 因为太真实了 这个幻境太真实了 我们在梦中留不住 就是自己做不了主 你在梦境是 没办法继续做一个梦的 梦境是一定翘摇的 你晚上回去 就把这些东西忘掉 知道 休息这些事忘掉 但是你会记着老师说过要修行 但是说啥了忘的一根二根 你记不住 这个不怪你 因为你的装置是那样子设定的 就人类的系统 三维的系统太简单 就是你不会过目不忘的 极少数人会这样 过而不忘 就留不住 我们会很很简单的去这样 但是这样 但一定要说 留一点印记 这一天你会想起来 但是你随着修你的定力 你的很沉浸 那些雾霉不升起来的时候 很近的时候 咦 他在说的时候你就转了 你记住 你慢慢影响不大 但是当下转 这个很容易 当下就转了 当下就转了 如果目到了去 再学习人世间的东西 就比较简单 而且很好学 而且很有趣 就很多东西 一旦你研究进去 就会 因为它就是病演那个花 那个花 吃水滑溜起来 那个花 各种角度的研究 它是起作用 因为众生都有病演 大家都同时看到了那朵花 看到了这个世界 那么那朵花对它是有用的 是起作用的 就最起码在梦中能安抚它 或者在梦中能够帮助到它 保住这个世界的众生 平安地度过这一生 不至于被 就是说这一世 也许你对那个花 研究好了 众生会得到你的帮助 就是比如说 你可以给它治病啊 可以帮助侨幸啊 甚至在某一方面 这个花如果是财富 或者名利事业 或者生死等等等等 年龄啊 就是活多久啊 你都可以瞧 根据这个花的大小啊 方位啊 巧让他这一辈子很安稳 很安稳啊 让他活得很幸福很开心啊 这就是佛菩萨的慈悲啊 他就研究这朵花 法门无量啊 这就是研究这个梦啊 把这个梦就推理 推出各种推理 然后跟众生聊天啊 因为众生执着这个花嘛 他一定要了知这个花是怎么产生的 你说他是无声的 他是不信的嘛 是吧 他现在似似伽伽伽 被这个东西困着 他怎么能看它无声呢 那你一定要找出回力 告诉他 你分析嘛 他一旦接受了你的分析 他慢慢他又觉得 嗯就是无声的 或者就是空的 因为众生只有按住在佛的角度 才能看清楚这个花是错觉产生的 如果你回不到佛 不管是六道的任何一道就是天道 你也知道 你只是在不同层面 对这个花产生了不同的认为 就是在色界前 无色界前 你只是对这个花产生了另一个 你的花错觉的花不一样而已 更清静而已 但是对这个花仍然有疑惑障碍 所以能让你这一世 帮助你这一世所求埋怨嘛 就是说你想求啥 只要对这个花研究的 够透彻 他就能帮助他 但是有意义嘛 你这一辈子很幸福 然后你 你所有的功德和福报 都是 都用在求佛菩萨 保佑你这一世幸福嘛 然后把你所有的福报 耗在这一世 让你幸福 齐切透支啊 透支你的福报 让你的善果 修处的俗 让你的善果修处的俗 比如说 醒了啊 他说求我 我要很快乐 我在未来的日子要很快乐 我要有个后一家庭 我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得打 都快了吧 那 可能我会 你的那个 跟你特有缘的那个人 在某一个方向 或者是什么 爱或者是 你碰到他 你们可能会谈起说 或者什么什么 哎 那么 你结婚你可能会 然后呢 你做母介事 做某个生意 你会发达 或者一点一点 哎 媒体教他 把他三保七切透支啊 他会 很安逸 很安逸 我的 就一生而已 那么 假如说 我是释迦母 你假如说 我来用神做这件事 一中佛的出世 是为众生误辱 正如佛之际而出世的 他不是来满足重视的愿望的 这与他的阅历相悖啊 而且告诉他 这个在梦幻泡眼的生活 生活一辈子正开 佛不会做这件事 佛给他创造九十八十一难 我觉得如果这个佛 够慈悲的话 一定会这样的 一难都让他突然 知道他执着在哪里 给他放一个啥 知道他执着在哪里 他放一个啥 他走一步一个早 走一步一个早 一直到他前面 然后告诉他 你本来是 这才是释迦母你佛的东西 这才是法华经历的第一点 佛出世的唯一的目的 是让众生从梦中醒来 不是在梦中继续梦啊 梦没梦啊 但是因为佛 因为菩萨慈悲嘛 所有的菩萨慈悲嘛 觉得众生太苦了 直接让他醒来 他太累 他的心力不够 太脆弱了 你直接滴着脑袋上 你醒来醒来醒来 打你 骂你一棒子打 众生觉得受不了嘛 又想学又又醒不来嘛 又想醒又醒不来 又喜气欲望 什么都拖着嘛 那菩萨慈悲就说 那菩萨慈悲就说 先满足你的愿望 有求必 满足你的愿望 欲令入佛者 先以欲勾千嘛 先满足你的愿望 你跟着 你才跟着他修嘛 甚至释迦母你们讲法 都是按这个套路来的嘛 小程你们离苦得了嘛 祖师八苦嘛 他没讲哭也无声啊 你不离苦得了嘛 你跟着我学啊 不是有六道吗 你不学你会掉地狱的 我吓唬你啊 因为祖师太小了 实在是太不知道了 所以大慈悲者不拘小姐 不会有时候不切就你那些矫情的东西 他不切就是因为对你慈悲 太切就知道你走不出来 就像溺爱孩子一样 你太溺爱他 这孩子没有出息 让他断裂 让他在这风浪里边 但是风浪不能翻船 不能一下子翻过他完了 他翻不过了 在他的承受的范围内 风浪 不重要的 但是这只限于成就者 你知道他执着在哪里 你对他有足够的慈悲 但是作为一个老师 我也是察觉 你考验他 你是讨厌他 你是恨他 你折磨他 你还是真的 你是站在慈悲的角度去帮助他 如果你觉得你是站在慈悲的角度 去面对这个人的话 那你就很坦 就这样 而且你也不会 如果你不够慈悲 真的是 你如果慈悲性 你察觉自己 自己是不是贪嗔痴漫也犯了 你才骂弟子 那样你就不对了 知道吧 那样可能 弟子如果层次高一点 可能认为说 这老师可能可验我的 弟子层次不高的 还跟你对上了 是吧 那如果你自己是因为 贪嗔痴漫也犯了 骂这样的话 那你有自己的因果 如果你以为慈悲 去那样做了 那么那就是功德 因为你不怕那个弟子对你有看 你该说啥就说 因为那个有注意他承招 那就是功德 有时候不是 除了爱说邪话的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说别人的 你好不好管他什么事 他又不是吃饱撑了 没事每天坐这儿 看你好不好 是吧 我们有太多事做了 他要去说你 肯定是 里面有很多东西 私俗人 总是因为有缘才说 但是在有缘的过程中 那我们也会八卦 有缘呢 就是这个缘说的 他看着你 但是他带着贪嗔痴漫也说 所以这里面就有伤害 还有业力 但带着慈悲去说 就是功德 但是你自己要搞清楚 你真的是慈悲 还是你带着贪嗔痴漫也 是吧 你在否定他 或者肯定他的仇视 你里面有没有慈悲心 你真的是爱吗 还是你真的讨厌他 甚至密宗人的诸法 都是拿慈悲作为敌基的 你是慈悲的傻 还是就看他不顺眼 觉得他怎么样 你如果慈悲性不够 那就是傻眼 或者当然说密宗人的护法里面 已经正如空性的 是另打扁 慈悲跟空性是合一的 它是正量上的慈悲 已经不是有痕迹的慈悲 但众生总会 即使是正量上的东西 众生也根据每个人的认知角度 来给他的评价 认为慈悲是什么样的 是吧 就算你正如空性了 那每一维度的众生 看你也是不同的样子 那个像 你会视线出痕迹的 因为你在空性上 但众生根据自己的业力 在你那发现东西 他心是啥 他就在你那发现是啥 他执着啥 他发现啥 然后他就跟你那一块过不去 悟到了 学啥也很简单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修行 你悟到了 然后你在学大学那些课程 就很简单 知道吗 如果你没有悟到 你去学 就是在功课一门 学科 然后你要是真的是 如果在佛学 你要修行你要开悟 然后学那些东西 你学所有东西 都像你把这笔学到这样子看 就是佛看三千大千的东西 看所有的宇宙一核心 都是在手掌心的 任何有没有东西 都能查它的过去 现在未来 你是在你的头脑里翻 翻它的过去 现在未来 所以恩恩月月 英圆什么 一翻就知道 那个不是神徒 是你朋友的功能 你不要以为神徒是裂出来的 你要好好休息 就能打成 你不要熬夜 你知道吗 晚上早点睡 那你要走吧 我就在等你 你不走 我回去去吧 走吧 吧 不走 S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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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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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